身穿白色北新 清涼火辣天后蔡依林 现身上海机场 只是走到一半 差一点就跌倒 原来路上疑似是有凸起的障碍物 让周琳反应不及差一点半倒 还好她的反应相当快 一秒hold住身体没有真的跌在地上 不过蔡依林无论走到哪儿 都有大批的粉丝相随 尤其今年年底将在台北小巨蛋 办六场演唱会 12号中午一开卖 短短三分钟内 6.6万张的门票 通通抢购一空 这连高手网路餐厅 也被粉丝展光的电脑 纷纷抢天后的门票 破天荒的抢票记录 又让蔡依林本尊 直接微博和脸书po文 写说激动想哭 看得出真的相当感动 尤其蔡依林前一天 还在脸书上连po多张照片 写下 Let me taste your fear would you 并邀请粉丝 10月12号的11点28分键 但其实 佩姐根本不用宣传 听谁说 做的 对的 说美的 臭的 多问我 我看 我说 我怪谁 而这回年底演唱会 蔡依林眼镶首度 在台北小巨蛋 陪粉丝们跨年 会擦出什么独特 不一样的佛花 大家都非常期待 记得有最后报道